我的夢想是點完 點燃台灣一百萬人的夢想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 聽完他的演講讓我 更有勇氣去追自己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想當一個會計師 我的夢想是考上高音大 我要改變世界 我要當職棒選手 我的夢想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我的夢想應該用幻想吧 如果我的學生們都能夠乖乖的聽話 那我相信那是我最大的夢想跟幻想 當一個領間的BBOX高手 因為爸媽的期望 所以我希望可以考上國立大學 我的夢想就是可以希望 變得跟他一樣的人可以去影響大家 感動大家 我想去環島 我要嫁好老公 我的夢想是考上第一志願的台科大 夢想就是我不要跟他當雙胞胎了 為什麼 因為我比較正 那你覺得呢 我胸部比他大 我的夢想就是要讓一些那個 只會注重外表的那些人 讓他們後悔 因為那些人只會看外表 像看到我好像看到那種 反正只會飆車打架那種 其實我不是那種人 我想要當一個營養師 因為最近食安問題很嚴重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健康的食品 我的夢想是要當警察 因為我要找到一份工作養我的父母 我要環遊世界 我要找到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成為第二個諸學合恩 我要變獸 我的夢想我想要當導演 我要登上國際舞台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有線藍綠的人 我的夢想是成為別人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成為別人的夢想 很興奮很開心很感動 很慶幸我們能參加這個演講 現在有夢想的不多 然後希望未來我們都可以 一直堅持自己的夢想 不行加油改變更多人 如果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的話 我會把這段故事再分享下去 謝謝大家 我們拿大的一個更新的見解 耶穌 最靈悅目的